带领大家在高空俯瞰我们的土地 导演齐柏林为了拍看见台湾 把房子抵押就为了筹错资金 没有好几栋 只有一栋 虽然房子只有一栋 齐柏林仍义无反顾的投入 其实他对这块土地的热爱 真的让他背了不少债 用镜头记录澎湖的美丽与哀愁 在看见台湾之前 当时还是公务员的齐柏林 就用到期保单贷款自费拍摄 好友刘克湘更在脸书上回忆 和齐柏林相处的点点滴滴 称他是永远的飞行家 还公开两封2008年齐柏林写给他的信 第一封齐柏林说 看到自己搭乘直升机的渺小影子 在不稳定的坏气流当中摇晃飞行 感觉像只小蜜蜂 无法掌握飞行的方向且心生恐惧 第二封齐柏林更表达 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台湾土地的真实面貌 才会去珍爱台湾 自立行间感受得到齐柏林的热忱 然而现在齐柏林先走一步 到更高的地方看见台湾 但第二部电影是否继续开拍 目前制作团队表达先将处理 祈祷后事 但在资金部分 企业已经先表达支持 有多大的需要 我们就完全来支持 此外台达电和伪创也都有之一同 强调将持续提供所需要的协助 齐柏林壮志未酬 后续能否有人接手完成 外界都很期待 记者吴奎言张 红塔报道